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近距离 欢迎大家 因为我们的现场 特别有意思 可以非常近的距离 来看到我们的嘉宾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呢 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四年前来过我们节目 我们俩聊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啊 其实不是一期节目 能够聊完的 所以我们要给她做连续剧 让我们掌声来有请 欢迎洪姐 有请 欢迎洪姐 欢迎 谢谢 大家看到洪姐 我听到你们起来思雨 好苗条对不对 美不美啊 让我们再次用小时来欢迎您 欢迎 谢谢 慧英文 她是先长金像奖第一届最佳女主角 拿奖那年她二十岁出头 猛猛咚咚咚 历史的她风光无限 并在接下来十多年的时间里 以绝对主角的身份 出现在电影当中 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线大力 你这个畜生 烂杀无辜 就像神奖大赛 然而长江后党推浅了 灰音红经历了演艺生涯的高潮与低谷 并曾因为无法面对潮起潮落 而患上抑郁症 历经二十八年的臣妇 五十岁的她 以涅槃重生的姿态 瓶颈其魔 赛度融音 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现在的贼真是非常厉害 那么警察抓到人了没有 嗯 很快 如果警察真的要抓人的话 怎么会没办法 嗯 我是说 如果警察真的想去做事情 怎么会没办法 从当初一成不变的达女形象 到如今戏路脱宽 灰音红在演艺圈 摸爬滚大 近四十年 风尘沧桑 她一见天命之念 岁月赋予了她智慧 更赋予了她优雅 聪明的心态 今天灰音红做客 非常近距离 为我们分享 她这些年的人生故事 啊 有没有那种 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啊 我觉得每一次 就看这个篇花 我觉得像您这么精彩 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 耶 我我真的是 我最近 因为搬家嘛 所以我在整理我家的时候 我把奖项都特别去要设置师 帮我弄个位置 我坐在我大厅 我这边看 这边看 这边看 都看到我的奖项 有一天我看完之后 我就突然感觉到 我为姓慧的家里面 我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 方中要主 对 因为在我心目中 其实我们家都是很穷嘛 我没有读过书嘛 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都大学 全都是大学生 全都是博士这种 有时候他们都很疼我 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永远心里面就是觉得 矮了一级 可能是自卑吧 也是可能是心里面有个嘎的 那突然最近看完这个 我就觉得 这个奖项跟他们的 那个毕业证书是差不多重要 那我都觉得我没有挨认回 你不这样 而且我觉得 您这个是打拼出来的 我记得您是二十来岁的时候 刚出道就拿了 十几 二十一岁 第一次拿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真的 我看拍戏才三年就拿到奖 家里的状况还是很差 因为每个月我只有五百块的人工嘛 家里面有小 弟弟他们都在读书 然后爸爸有生病 所以这五百块 其实根本就不够我们家生活 那拿这个奖的时候 我在台上我拿到这个奖 我就说了三句谢谢就下来了 我就看着这个奖 我就心想 这个奖能吃吗 如果吃钱就好了 当时的心态是这样子 没想到是很多人去帮忙 我的上天给我的恩惠 还有我自己付出的都没想 开始特别希望拿人的金像奖 这是块金子吗 嗯 要是块金子我把它卖了 所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两届金像奖的视频 我特别喜欢看别人领奖 我会不会知道吗 接下来回应一下好吗 我心情又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我一定要多谢一个人 他是我师父刘家良 接下来回应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到我弓底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人找我 然后又不知道为什么自己 自己进入了一个死海里 我卖自己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算好 但我很幸运 我有一帮很好的朋友 他们很好的朋友 我好多谢 我有很好的家人 还有我好爱我妹Sandy 她今天在这里 我想她哭都比我更紧远 还有她比我更紧张 比我更紧张 我爱你Sandy 我好爱所有人 我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和快乐 我看过一个报道说 其实您在拿金像奖的时候 最遗憾的是 爸爸没有看到是吗 第一件就没有看到吗 第一件其实是这个电影 我上映的一个礼拜前 我爸爸的死 那那时候那个票子 我就把那个票子翻着爸爸的神态 让他去看 最遗憾就是这样子 没看到我的承受 我爸爸死的那天 我还在现场心里面很难过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就坚持要 今天我不拍戏了 我要回家 一回到家 刚好我姐姐就这样抱着她下来 没有叫熟日子车 抱着她下来 我在电梯口碰到了 那然后就去到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已经没有呼吸了 后来又暗了 醒来之后就说了几句话 突然之间就很精神地告诉我 你做你做你做 你做任何事情 爸爸都相信你是好的 最后临终的遗言 对 然后就断气了 在压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说 该救不该救 我就决定不要救 我就决定不要救 因为都已经病了 病到这个地头 然后骨头都听到 起立卡拉起立卡拉 好像要断一样 你为什么还要救 还要让她难过 那我就说不要救 不要救 其实不想拿这个主意 可是从小到大 我妈妈是一个很会保护 可是她不懂任何事情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学问 可是她很害怕 姐姐他们不在家 送走了 哥哥送走了 那剩下来只有我 那所有事情都要拿主意 多多少少都要拿主意 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种担子 其实有时候觉得很累 这里很累 对 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那时候你有钱了吗 其实也不算很有钱 是加了一点 拍一个电影 可能是几千块这种 爸爸是哪儿的人 山东人 爸爸是当时在山东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爸爸是非常大的一个 会家庄的庄主的儿子 很有钱 那因为他是从小 是给背着上学那种 只会读书 任何事情都不懂 那来到香港 就所有钱都给骗走了 你们家当时来香港 其实蛮有钱的 蛮有钱的 妈妈说我爸爸来的时候 是一箱一箱的精子 后来我看我爸爸 以前的照片 都穿那种西装啊 好漂亮 我姐姐还有脚搭车这种 家里是一定很有钱 可是后来我 我见我爸爸的时候 他只剩下一个木箱 里面都是棉球 打毛衣的那个棉球 打毛衣的棉球 对 其他都没有 因为我爸爸都喜欢做女生的东西 画画 舍字啊 做衣服啊 打棉衣啊 打毛衣 对 打毛衣啊 你看看你爸的性格 就是要被骗的 其实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很单纯 对吧 就是还是 因为他从小活的那个世界很单纯 家人保护 对 你到了香港以后 就被骗了 所以我们家里面有个规矩 不能赌钱 因为我爸爸不懂 来到香港 没有父母在身上 好像很自然的 很很自在就去赌钱 一条一条街 输的 就你们家当时很有钱 买了很多街 只有街 但你没有享受到最有钱的那个时候是吧 我出生在最贫困的时候 就是所有都没有了 然后就去到一个山 就是搭一个木屋 就是木房子 然后我三岁的那年是香港最大一个台风叫温带 一吹 连木屋都没有了 我们就睡在那个人家的大楼的楼梯底 那我们没饭吃啊 我妈就去到那种餐厅 当时香港的餐厅有的剩下来的东西就在后门给那种要饭的 他穷的人吃 那我爸爸呢 他不要 他拉不下这里 他就躲在楼梯底下等 然后我跟我妈妈就去 冒着雨去 那个拿那个菜尾 回来吃 然后 每次我见到我爸爸吃的时候 他都会流泪 他都会流泪 因为他流泪是很后悔 他很后悔 很内疚 因为都把家弄成这样子 可是我爸爸他疼我们 我们家里面穷嘛 他只有孩子要补嘛 那每天他会 我们一起来 他会弄一个开水 很开 很开的开水 打个鸡蛋进去 勺一根糖 给摇摇摇 这个就是早餐 他情愿自己不吃 都要给我们喝 然后他说 没办法给我们读书 因为我要去湾仔嘛 所以我没进过学校 他就自己教我 每天带我去水塘 水库 水库的地 拿那个竹啊 就写字啊 在泥上写 对 好像拍戏啊 其实真的好像拍戏啊 他识很多次 也很有文化 很有文化 是这样教我们 然后也这样子 教我们下棋 现在回忆起来 听起来特别悲惨 你小的时候觉得 是那么悲惨吗 应该怎么说呢 两种性格 因为很早就在 湾仔里面长大 要饭 所以心态上呢 就会有恨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小孩他们在打蛋抽签 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 我是有一次 我偷偷地卖得多 要得多 那我就觉得 要得多了 我今天就可以偷偷地 这段时间 我不要去卖了 我去打个抽签 给我妈看到 追了我三条街 打我 打不到 回到家里面 就跟我爸爸说 我很坏 然后我就说 我卖得比他们还要多 可是我爸爸是 很害怕我妈妈的 然后就叫我爸爸 把我吊在 凉房上面 这样吊着脚 是站不到地的 笋子 沾了水 这样打 所以很恨 那你说你妈妈跟你爸 原来是那么 嫁过去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 金碧辉煌的生活 一下变成这样的 这个女人肯定就会变得 难怪她要发现一些情绪 也不是 因为我妈妈是同养师 买回来的 哇 你们家都是电视剧 买回来的 我妈跟我爸爸差三十年 差三十年 差三十岁 对对对 差三十岁 那你妈妈多大呀 我妈妈现在是 八十七岁 她多大生了你啊 你生了老大 老大是十八岁 所以她跟我大姐是差十八岁 我妈妈现在是脑炎痴呆 那她呢 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就只记得以前 可是她只记得以前的恨 她就说 以前嫁过去 真的嫁过去 奶奶不喜欢 因为买嘛 买回来嘛 她要干很多出活 可是爸爸呢 就会有时候 奶奶不在的时候 就会给她吃啊 安抚她这样子 可是后来 因为她长得不好看 又娶了另外的老婆 所以她 她人生也是不是很好 您刚才说爸爸特怕妈买啊 嗯 很怕 因为我妈是那种 那种农家人买回来 所以她什么也不懂 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所有事情 如果有人欺负我 她是冲出去跟人打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湾仔卖东西的时候 给警察拉了 拉到警察局 她以为 她以为我是永远要不回来了 她就冲到警察局 跟警察在打 还抢了人家的枪啊 真的 后来我跟我妈 就给关到警察局 后面的那个牢房 几天 然后就 警察就写了一个报告 就觉得 我妈妈疯子 这个孩子会浪费 就送我到 送我到孤儿院里面呢 你的人生 是我们的十个人生 我们要的红铁鼓掌 我觉得你精力太丰富了 你现在当演员 当队了 对 对吧 不然的话你是表演 你想想在那种 码头上混的小孩 卖东西 卖得特好 那长得又好看 对吧 还得把别人的摊灭掉 这是一个生存之道 对啊 所以在湾仔的时候 都有很多像我们家 那么穷的孩子 一起在卖 可是我都是老大 然后因为 自然领袖 对 因为有地盘的 好的地盘在中间 不好的在旁边 那我们慢慢慢慢 就带着孩子 就去到中间 最好生意的地方 那其他的来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们打架的 你真动手吗 会的 小孩子溜达 扭在一起打 所以后来 后来都慢慢慢慢 就分了最好的地方 给我们 所以后来 一直到现在 都觉得 那时候人生里面 最快乐 就是在湾仔 那几年 你看 因为 就只是想办法 去尝着那个老外 就希望他多买 买一块香口椒也好 筷子也好 我多卖一点 孩子一起 疯疯癫癫 然后在吃晚饭的时候 是路边摊 小孩最喜欢嘛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时候是最好 最有 最没压力的 后来 后来 想想看 其实 如果 人生没有吃过苦 真的不知道甜是怎么样 只要你肯做 只要你凭着良心去做 东西你一定会做得到 你一定会拿到成果的 我们要给红姐鼓鼓掌啊 所以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那么感恩 是因为我以前苦过 我才知道甜是什么一回事 你一知道多大呀 您上次说卖口香糖在那边 我在三岁到十一岁 十一岁 对 因为十一岁是因为 当时就觉得很丢脸了 开始懂了 对 去了都没有去抱人家腿啊 脸啊 叫那个姐姐帮我去叫她买啊那种 做不出来了 突然之间做不出来了 然后就那时候刚好 姐姐她们也散了 学校散了 就出来了 可是没跟我们住在一起 那她们也去夜总会跳舞 跳中国舞嘛 那我就说 姐姐你带我去跳啦 那第一个夜总会就去了 跳了九个月 而九个月每天都是让我 跳那个狮子啊 跳狮子 盖着脸那个小狮子 没有样子的 泻沫都不能拿开的 泻沫都 就回去了 九个月 急死了 急死了 我就觉得我不行这样子 后来就瞒着我姐姐她们 就去了另外一个叫美丽华的 一个很大的 香港美丽华很有名 对对很有名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场去验证 她一看到我就要了我 九个月我就代表香港去 去美国去澳洲表演的 你没有学过专业 我没有 九个月 没有 就她们一边 一边跳一边训练嘛 对啊 那你好厉害啊 完全没有专业训练 就在美丽华把自己训练出来了 对啊一边跳一边 对就是 就是当时在美丽华才挑到去 给拍戏的 哦 这人生其实 你那时候特别漂亮吧 跟现在差不多 你们那时候有什么艺名吗 没有 就叫这个名字 对 慧英红 对对对 因为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 这名字真好 你看英红 红了吧 武打民心慧英红 对不对 你觉得 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你怨恨过命运吗 当然有 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 当然有 在万载的那段时间 还没什么样 因为 那总归是小 去到拍电影 每天在现场打十几个小时 每天都是轻巴巴的 满身都是 满身都是 回家不 前面回家还给我妈妈看 后来 看到我妈妈躲在房间里面哭 我受伤 我就不敢跟他们讲 这时候我在怨 真的怨 为什么我看到 当时其实同辈有 钟楚红 有张曼玉 他们 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一样 我为什么一定要受伤 拍打戏呢 拍打戏 换来的钱并不比他们多 还要比他们少 因为在电影圈 当时是中文轻舞嘛 所以你动作片 就算你再卖钱 也不会很高的片丑 那时候她很怨 所以那时候拍戏是 完全不享受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洪姐的节目 然后问妹妹有什么 要跟姐姐说 然后妹妹发来一个简讯 对 你找到我妹妹 我妹妹在北京啊 她说 嗨 吴姐姐 叫您吴姐姐 对 我排第五的 长这么大 还没给您写过信 这是第一次 其实我想跟你说 你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还要在生活中 扮演不同角色 不同性格 每次拍戏 都要离开香港一两个月 知道你一定感觉 很无聊也很辛苦 也要时常担心着家里 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 拍摄时 你经常受伤 家里人总是最晚才知道 从小你就一直为我们 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奋斗 你很疼爱我们 我是知道的 也希望你知道 我们非常爱你 爱你 我们很疼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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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她写下来 我觉得文字是特别美妙的 因为我最疼这个妹妹 这个妹妹跟我命一模一样 我们我三岁多就在湾仔 她两岁多就在湾仔 跟我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现在 她 小的初女在湾仔 对一起 一起 然后呢一起去跳舞 然后进电影圈是一起进 可是她样子没有我那么好 就进了幕后 可是幕后也不是高的职位 那有时候也受很多气这种 我是知道的 然后 她为我挡过一刀 所以她挡那刀 她挡那刀的时候 真的我吓一跳 对 在拍戏了已经 可是因为家里面 姐姐她们都离开嘛 十几年嘛 后来爸爸死了之后 就回一起住 可是都很多 那 她们都觉得 觉得我拍戏是 很坏的东西 对 我一直说我没有 我就是拍打 我是用我身体的健康 来换回来的 那 当主角有那么快 她们都不相信 吵了吵了吵了 有一次 跟姐姐她们吵 我妹妹因为都 都有时候陪我 陪我拍戏 因为颠倒时间 又没睡觉 都陪我拍戏 她知道的情况 是我真的是 用我身体的健康 去赚回来 然后给所有人用 才有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她们疯掉 拿刀子就砍下来 我 我扔住了 然后突然我妹妹 就挡在这里 对 挡在我面前 手拿着都 真的好像拍戏一样 然后她说 你要砍我 砍她 你就要砍死我 你们有没有良心 这样子 那时候 那时候跟我姐姐她们 我哥她们的距离 真的很大 到现在 她们非常疼我 因为到现在 她们才知道 她们曾经 有的东西 我付出多少 身体的 给她们抓 这个秘密 你想她们小的时候 被送走 但她心里都不舒服 很恨啊 你知道她 有一次我哥哥 那时候喝醉酒 我跟她聊天 聊了聊了 她恨得不得了 她说 你只要送我们 去念舞的时候 我们每天五点钟起来 就给师父打 就要念功 就要打 每天都打 每天都打 你呢 你在家里面 你有妈妈 有爸爸 多好啊 这样子 那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并没有什么好 我说你有个家 你有个学校 还有床 不难睡 我们当时是睡在街上 然后我是每天 是要饭十几个小时 在街上走来还走去 然后赚的钱 有时候还要补贴 全补贴给他们 因为我爸爸很多月 师父知道我们要的多 就来拿 就补贴给他们 所以我们这边并不是很好 可是补贴回去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 说了说了他都哭了 他才知道 他想的肯定是 为什么送走的是我 对 你们在爸爸妈妈的温床 他他有这样说 为什么送我 不送你走 对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跟他们的关系很差很差 哥哥后来去世了是吗 这是我心里面最难过的事情 他很苦命吧 我觉得很苦命 学校 你早就送去离家十八年 回来当个武行 又很多受伤 刚跑上一个演员的位置 就受了一个大伤 就骨头直追骨头 整块没了 坏掉 从盘虎拿着骨头移上去 所有动作都不能拍 整个打击 变成喝酒 变成很多牢骚 很多朋友都不敢跟他见面 所有机会都没了 我就劝他 我说不要这样子 你去北京 再重新来 来到北京 好了 有机会了 他胖 水肿 他每天做运动 不吃饭 超量运动了 就这样死掉 猝死了 不吃饭 不吃饭 一个月 减了二十多公斤 我说马上跟他打电话 我说 一个月二十公斤 就是四十斤 对啊 你这个哪行啊 你这样 这么一个胖子 变成这么瘦 但是他想要机会啊 他因为逮到一个好的机会 在开进十天 记作人 杨胖胖找不到他 才十天啊 熬过开工就可以 就差十天 他就在家里面九天了死了 你知道吗 我心里面觉得 难过得不得了 每次想到 有时候我妹妹说 你别想 你想来干嘛 每个人用每个命 假如现在他可能很好 你不要 真的 就像您 要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了 就是 周围很少人 像您这个年纪 还有这么好的身材 这么多的机会 你想想 多数人羡慕你 说 是的 他凭什么吃了还不是胖啊 是的 对啊 他凭什么长那么好看啊 所以现在还敢 还女主角啊 我第一度死你了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常常都会 会感恩 突然之间 我非常感恩 我到现在还能跑 还能走 因为我算上一段时间 我的伤开始慢慢慢慢 零零越来越大 伤呢 是越来越那种老伤 我是走不到路 你的伤太多 都是年轻时不老 年轻时拍戏段啊 又没来得及看太好啊 那到到上一年 我是半年没走路 不能走路 完全不能走路 我的硬带 那个金 完全是没了 老损都没了 所以现在能走 能穿高跟鞋 又觉得很感恩啊 你说人 我们要的其实不多 我们今天还采访了 很多跟同姐合作的人啊 对他简直是 赞不绝口 你们来看一下 还有 有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红姐是一个在工作上 特别特别严谨 认真 就像她那次出完事以后 大家都很担心她 她真的是 当时整个这一块都中了 然后淤血还在脸上 一直围绕着眼眶在转 但是她依然每天 很准时地到达现场 开始化妆 然后跟大家 一遍一遍地拍戏 这个陈晓智跟你拍那个 神秘家族 做《我寿山》 那个电影 就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呀 其实是一个铁罐 这么宽的一个口 这么高的一个铁罐 里面罐了三瓶 那个精肉水 就那个 桌子那么高 那个罐是这样 我不小心掉 然後碰一碰那個桌子 那個罐就打死 把那個毒藥 本來是戲說毒藥 我就剛好喝到了 所以我氣管就壞掉了 那第一次拍完 導演說OK啦 可是韓國導演 他要求比較嚴 他說再來一個 我希望再有一點好的東西 那我弄好之後 我就再拍一次 可是這一掉下來的時候 罐子沒有黏好 整個直接掉下來 可是我當時是感覺有東西 我就馬上閃 如果我沒閃 那個罐子剛好打到眼睛 我閃了就打到這裡 然後整個爆開 可是我不知道我閃到哪裡嘛 很痛 血一直在流 我心裡面想 如果我沒有這個眼睛 我活不下去 那後來 看看看看 一打開一看 是整個塊打開了 對 因為那麼長 整塊打開了 我馬上笑 我又非常感恩了 我說在最最最不好的時間裡面 我受的傷害是最少 還笑了 對 如果 如果我沒閃開 我真的眼睛會破掉 你說你會不會很長 你現在還是單身嗎 我想不單身 你肯定 我剛才不是向你討債嗎 你上次不是說幫我去找一個 找一個親愛的 我認識人都特別不靠譜 沒有 到現在就沒有 你現在可以談姐弟戀 我是不行的 你可以的 因為我從小照顧太多人了 如果那個男朋友是比我小 我覺得他思維追不上我 我會照顧他 有的男的50了 他的思維在20 還是很幼稚的 你別看有的男的30多40來歲 但是他的思維很成熟 你要解放思想 現在全球風靡姐弟戀 你知道嗎 因為 這個很大的冒險 不會啊 因為你的狀態 然後你的經歷 那都是他渴望不可及的 你肯定有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 我告訴你 偷偷手都已經有 我20年沒碰過 我覺得你很有女人的一面 別看你很獨立很堅強 我其實在我自己有時候我覺得 我比一般的女生還要女生 為什麼呢 知道那個人需要什麼 揣摩對方 對 然後去給正確的關懷 然後我會 家裡所有的東西我都懂 我會煮菜 我會打毛衣 我會做衣服 我愛清潔 我還會照顧人家 然後我可以點啊 我真的可以很點啊 你看你這麼好 你都沒有另外一半 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錯了 我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你同時對對方的要求 肯定也高 我只是要求一個人有志氣 啊 這是什麼要求啊 對 有志氣 有志氣 今天你 你做的工作不高 你今天賺的錢不高 沒問題 可是你一定要有志氣 要萬事走 那你不能接受一個男的特別 其實可能跟你爸爸有影響 就是 我覺得洪姐絕對看不上一個男的 遇到一點事就馬上就腿了 然後你可能喜歡的是特別自信的 甚至來了事不怕 你一定是喜歡這種男的 一定要把我壓得住 你說如果我要挑 我絕對不會挑我爸爸這種 因為他很 奈悅 什麼事情就會躲 有時候 有所有人家 揭發能力去欺負我們 只做我爸爸媽 我看到我爸爸會流淚 所以我絕對不會找男生是這種 我要拿很強的 一定要保護到我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挺有意思的 我一點都不擔心洪姐 一看今天這狀態 對不對 你就好好地瀟灑吧 我們來看一下余少卿和陳彪恩 他們有什麼話對這個洪姐說 洪姐給我的印象就是認真 我記得在合作《倩女幽魂》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在上海拍 棚裡應該有四十多度 那是他演那個舒妖 天天關在棚裡拍 其實他那個時候 好像身上都過敏了 因為不知道是熱的原因 還是因為那個頭飾 還是那個膠水的原因 身上也過敏了 臉上也過敏了 但還是堅持拍戲 一天都沒有休息 非常非常的敬業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演員 第一次就是知道 可以跟洪姐合作的時候 心裡其實非常的興奮 有一點點小緊張 然後但是她在那個電影上面 的氣場很強 然後演得很多角色 有些很狠的都深入人心 所以剛開始跟她合作 最後有一點怕怕的 可是後來可以跟她工作之後 覺得她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開始有點害怕 一般是你開始不熟 你都有點怕你還 第一是不熟 我不會跟她講話 有時候我都坐在那邊等他們 通常我會找到 我很少知道 我就在那邊等他們 看到他們準時到的時候 就到了 能走外嗎 就可能樣子很酷 他們就覺得 不敢跟我說話 話怎麼樣 可是我 我會在現場有時候知道 人家有這個反應 我就會買一點吃的 然後可能第二天送個小禮物 把那個打開 對 本來他們年輕人 有點怕怕的 結果一這樣的 反而更內心 因為大家拍戲合作嘛 你像我們問洪姐 說有什麼不可以問的 什麼都可以問 其實沒什麼不可以說 對 活到現在就覺得 越來越簡單最好 對吧 志同道合得可以說一說 人話不投機的假裝看不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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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需要說我恨你 我都跟你吵架 我不會的 就因為覺得 人與人之間能見第一眼 就是一個緣分 現在很懂這種 會很珍視身兵所有的人 她跑了 謝謝洪姐 其實我們特別想讓觀眾知道 其實剛才也聊到了 洪姐絕對不是大家看到的 打女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妩媚的地方 也有很多細膩的地方 那今天其實洪姐的粉絲也在 我們要給你們露一首 我們現場做一個手工 然後把它送給你們好不好 洪姐 你看看 做一個什麼讓他們帶回去啊 做個小包包 對 這個也可以做一個 這個牛仔褲也可以做一個 或者是不流行啊 我就把那個衣服去改 比如說牛仔褲我常常就會 我很多化妝包包 都是用我自己的牛仔褲去弄的 瞅瞅沒有 瞅瞅你們 嫁不出去吧 不賢慧 這不會掉是吧 這應該不會在牛仔褲 我覺得啊 那個手裡的那個眼影膏 這個是眼影膏 眼影膏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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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你可以支揮送給你們 謝謝你們那麼愛我 還有你們